我们继续讲我们的有花植物的有性生殖 之前我们学了有花植物的无性生殖 那我们就知道原来有花的植物 其实部分它是同时间能够行有性生殖 同时间它也可以行无性生殖 那无性生殖我们就读完了 那我们现在就讲过有性生殖的部分如何进行了 有花植物它怎样做到有性生殖呢? 其实跟我们人类都相似的 那第一呢我们要做有性生殖 我们当然要做一些性细胞即是配子 那我们首先第一步就产生配子 跟着呢我们的配子就要通过全粉 就到达另外的配子那里令到它们相遇 那全粉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你是哪种花 如果你是蜂梅花呢 我们就靠蜂去帮手做全粉 如果你是蜂梅花呢 我们就会靠一些昆蟲 例如蜜蜂去帮手做全粉 那相对人来说 我们怎样做全粉 我们不就好像性交呢? 好了跟着呢 红配子和痴配子我们就会受精 受精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产生了一个叫做合子 合子再发育呢 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胚胎了 那人的胚胎呢 我们就会放在妈妈的子宫里面 跟着发育呢 但是呢 我们呢 植物这个胚胎呢 我们就会放在个种子里面 去好好地保护它 不过呢 那个种子呢 就不会动的嘛 那如果种子不动的 它又留在亲代附近 跟着呢 就文化成为一棵植株 那大家就会令到呢 母猪和子代的距离太近 大家就会好击逼 竞争食物阳光 那大家都会减慢的生长速度 那就不好啦 但是种子它都是无手无脚 它不懂得飞的哦 那我们怎样能够将种子 带去一个圆的地方 去减少了和亲代之间的资源竞争呢 种子往往就会放在果实里面了 透过动物它吃一个果实 例如大笨匠 它就吃了一些的苹果 那它不会咬树的嘛 它就会连起这个果实 连起果实里面的种子 一起吃进去的消化度 不过原来很神奇的哦 我们的消化度呢 是不能够消化到种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消化度 是没有消化种子的那种模样 所以呢 所以种子由入我们的消化度 直到离开我们的消化度 是完全不会被消化的 那跟着呢 那种动物它当然它会到处走的嘛 那它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排便 那顺手不就是将种子 带离开了亲代的地方啦 好了 那我们这个就叫做果实的散播啦 好 最后落到一个合式的地点 那它就可以做到种子的文法啦 那有花植物 一朵花 它那个基本的结构是怎么的呢 那我们呢 可以很简单看一看 那这里呢 就有个红蕊啦 OK 红蕊呢 我们就分为花药 这个顶这个位 是用来做花粉的 花絲呢 就是顶着红蕊的 那花药 加上花絲 两个部分 我们就叫做红蕊啦 那么 痴性那边又怎样呢 我们有一个地方就叫柱头啦 这个地方呢 就是接收花粉粒的 好了 那顶着柱头的那个 我们就叫做花柱啦 好了 再低一点的位置呢 我们就有个脂肪 这个脂肪里面呢 就装住一粒粒 背珠呢 背珠呢 里面呢 就会装住粒 次配子 就是比喻为人类呢 就是个轮啦 好了 那我们呢 把这四个扣做 背珠 里面装住粒背子 子房 里面包住的背珠 花柱 和柱头 四个夹着呢 我们就叫做 一个名叫心皮啦 好 再低一点点呢 我们就有蜜线 这个就产生一些花蜜 去吸引昆蟲的 下面就有个花托托着花啦 那当花还没开的时候 它是一个花蜜来的 我们就要靠那些鳄片呢 去保护住它 这些鳄片呢 是绿色的 好了 最后就有个花柄 把花和柄呢 黏住 那我们详细呢 就将那个花药呢 这个位置 我们将它呢 做个环节面的切开啦 那我们会见到这个花药 它是负责制造红配子的嘛 那我们将它打横 做个环节面切开了呢 我们就会见到它有四个花粉狼的 每一个圆圈这个位呢 就是一个叫做花粉狼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而这些花粉狼里面呢 它就会不断呢 去制造一些 我们叫做 啊 花粉狼 这些一粒粒 就是花粉了 花粉狼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记住 花粉狼呢 不是红配子 花粉狼呢 大家写下它 它是 红配子的攜带者 所以来说呢 这个花粉狼呢 那时候呢 它就会有 爆开了 那裂开 那时候呢 它就将里面那些 红配子呢 就向了外面了 那跟着呢 那些的蜜蜂 走过 想入到花里面 吃那些 啊 蜜蜂 那时候呢 它就很容易会 黑到这些花粉粒 黏了上去 那我们再看看 心皮这个部分 那心皮这个部分呢 就在花的中间 这个部分呢 它是 黏性伸直的部分 来的 那就由几个部分 组成的 它有 柱头 它有 花柱 它有个子房 里面 装着这些 一粒粒的呢 就是杯珠 而杯珠里面呢 就是装着 黏着配子的 那粒粒 好了 最顶的部分呢 就是柱头 这个部分呢 就是负责呢 去接收 那些花粉粒的 那它怎么接收呢 它这个地方呢 它就会分给一些 糖溶液出来 那这些糖溶液呢 它就是有黏性的 OK 那它就会黏住 那些花粉了 好了 那我们再低一点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呢 我们就叫做 脂肪了 而脂肪呢 最外边这个呢 就是我们叫做 脂肪壁 那脂肪里面呢 它就可以装着 杯珠的 杯珠呢 就是这个地方了 可以很多粒 杯珠的 好了 杯珠里面呢 就装着 一个呢 卵 或者我们叫做 瓷胚子了 好了 那么 一个杯珠呢 它最外面那层呢 它们就叫做 酱胚 胚的意思呢 就是聚外层 那么这个 这个酱胚呢 就是用来保护住 杯珠的 那么 杯珠这个位呢 有一个入口 我们叫做 珠孔的 那么它就是 遲些呢 我们就会说到 它是留住一个位呢 去给个花粉管呢 带着个 红配子呢 一路走进去 令到可以做到 仇晶的 好了 那么我们又看到 一朵真的花啦 那 这里一个 一朵花 我们做了一个 中切面 那这个呢 就是柱头呢 上面呢 就很多黏液的 黏了一些 的花粉粒 在这里了 那接着 这个花柱呢 好了 那整个呢 我们就叫做 这个呢 就叫做 脂肪了 这个脂肪里面呢 哇 装着了很多很多 粒杯珠 而每一粒 杯珠呢 里面呢 就装着了 一粒粒的 那粒粒呢 小到显微镜才能看到的 OK 那这里呢 就有一些 花絲呢 上面这个呢 就是花药了 最后我们再看到 一朵花啦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柱头呢 顶着柱头 我们有个 花柱呢 那花柱的底部呢 我们就有个 这个位 我们叫脂肪呢 OK 绿色这个 我们叫脂肪壁 而这个脂肪里面呢 就装着很多 一粒粒的 一粒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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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粒粒